之后其他的这些婆婆妈妈选票会跟着回来吗 我们就来听听观众朋友的看法 刚好打电话进来的都是一些太太小姐啦 第一通接听的是台北的林太太 林太太你好 我要说一个总统做到这样也很悲哀 他只教到王妈妈个人的感觉 而且王妈妈对他的感觉是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性幻想的感觉 林太太如果是你会希望 你会希望马总统去看你吗 林太太你会希望马总统去看你吗 我不希望 我觉得他来看我我会恶心恶吐 好每个人看法不太一样 我们就去听嘉义 嘉义小姐的看法 郑小姐请说 郑小姐 我希望马云九他应该是来看我 因为我里面上上下下 全部都像他绝版的公仔 而且我家普世帝 我非常的经济很可怜 我应该他是来看我 所以你说你就是真正的马迷 那你对马云九还有感觉吗 你是属于有感觉的那种还是没感觉的那种 已经没感觉了 你也是没感觉 以前我的公仔已经都卖不出去 而且全部堆积如山 好你没感觉吗 如果现在马总统去看你呢 会有感觉吗 郑小姐如果现在马总统去看你 你会对他重新有感觉吗 我想我带的那一些人 大概那个基层大概也是都没感觉了 好我们谢谢 我们继续听板桥 陈小姐有什么样的看法 陈小姐请说 喂你好 你们大家好 其实那个跟感觉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他就是跟他这样做 你说他做的 你做不到那都没关系 你要辛苦到了解到说 真正老百姓什么都在长 你只说感觉感觉有用 那个跟周一后讲的胖跟瘦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身为一个总统 你心里面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一点 虽然景气不好 谢谢